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期货与选择权 期货的部分我们叫做features 那选择权的部分我们叫做options 那衍生性这种商品我们是用英文 这个directive这个字 那它的意思是说根据你的标的物 根据你标的物它的价值做一个联动 那这时候呢这个通常会当作是所谓的避险商品 那这个衍生性这种商品呢 常见的有所谓的远期契约 我们叫做forward 那刚才提到的期货与选择权 就是features跟options 最后一个叫做swap 我们叫做交换 叫交换 那我们这个章节里面主要介绍的是期货与选择权 所以这个forward的部分基本上你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wiki的连结 那swap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另外对于比较完整的期货与选择权的介绍 那你可以参考 像这边这个CME 这叫做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 他们的网页上面有一些课程内容 比如说介绍期货与选择权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不同的金融商品 那有兴趣的话你去参考他们的材料 那这边的话我们主要介绍就是 怎么样针对于将期货与选择权做定价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叫做期货的契约 那期货契约基本上是告诉你说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啊 那用什么约定好的价格 买或卖出那个资产 这个我们叫做期货的契约 那当然这个部分会跟 我刚才前面提到的Fallware 叫远期契约是非常像 在期货这边的话呢 它是会有公正的第三方 来做所谓的结算 那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商品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主要还是以介绍期货为主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说 它跟某些商品的性质是蛮接近的 那期货商品基本上有哪些呢 比如说像是指数期货 这边的话我们所谓的TX 就是所谓的台湾加群指数的期货 那或者是像是S&P500 它的e-mini 那这部分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像下面这个连结 这部分的话就是台子期 那这个是台湾期货交易所 它官方的文件 跟你讲说到底什么样是TX 也就是台股的期货 那这边就有它的一些详细的契约规格 告诉你说 比如说它是什么时候交易 然后再来是它契约价值什么计算 然后再来是它什么时候到期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会跟大家过去 可能熟悉的股票不太一样 股票基本上你可以说 它的到期日是无重远 所以说它最后是被清算下市 否则基本上 它应该可以说是到期日是无重远 那期货基本上 你会比另一个叫做时间 跟你讲说 我可能是10月份到期 11月份到期 类似这样子明确的时间点 所以这是期货 期货这种所谓的眼神性这种商品 那另外像是股票期货 货要期货 也是可以交易的对象 比如说像台积电 那它基本上因为有东西够大 所以就对应的台积电的期货 在市场上做交易 那另外还有像是 commodity的这个期货 也就是原物料的期货 像原油 黄金 这个叫做一些玉米跟可可亚 类似这种 就是所谓的原物料的部分的话 也有对应的期货 对应的期货 那另外像是天气也可以交易 什么叫天气期货 那或者是现在很夯的一个叫做虚拟货币 或是加密货币 我们叫Crypto 那它有对应的期货 是最近才推出的一个商品 比如说以Bitcoin来讲的话 它就Bitcoin的期货 所以这部分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它Foodnote里面的第四点 它是在CME Group里面 它有提供这样子的商品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期货的报酬函数 这个Payoff就是我们的报酬 那首先第一个是 期货它的行为 就跟你买一档股票的行为 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假设你是所谓的 Loan的Position 就是所谓的多头的部位 那这时候告诉你说 假设你买在100块钱的话 当你的Underline 以及你的标的物 它的价值增加的时候 那当然你对应的期货 它也会跟着上涨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当你下跌的时候 当然它的价值就减损 所以基本上就给你买 所谓的现货部位是完全一样的 那倒过来 如果你是想要放空这档股票的话 有时候因为在现货市场上面 你要放空啊 你要嘛就是自己本身有那个部位 或者就是你可以借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它限制是蛮大的 但是在期货这边的话 因为它是所谓的零和游戏 如果你要放空一档股票的话 那你不见得要去放空所谓的现货 但是你可以放空它的期货 当然前提是说这个期货存在 但是放空这个期货的时候 只要有人愿意跟你对坐 你可以无止境地去放空这档股票的期货 你的这个期货的部分基本上 多空这方是无限的 无限制的 只要有人愿意跟你对坐 你就可以成立那个契约 你就可以成立了契约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放空那档股票 那这时候它配合方选 基本上就会旋转90度 会告诉你说 当你买在100块钱 那你的标利物确实也如你预期 它的价格下跌的话 那你的期货部位就会赚钱 那当你看错方向 你是做空这档股票的期货 但是其实那个股票最后还是上涨了 这时候当然你就会出现亏损 所以这部分的话 其实它的配合方选你可以说跟你原来的stock 跟你对应的那个股票 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完全相同 但是差别在于你的期货的口数 就是那些契约的口数 它数量是无止境的 只要有人愿意跟你对坐 他们就会成交 契约就成立 所以它可以是无止境的数量 好 那期货其中一个应用 基本上可以拿来做避嫌 我们这叫Hedron 那期货其实你发现说 它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到 比如说日本战国时代的时候 那因为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稻米 基本上是什么 是所谓的战略物资 那可是因为你知道说 这个所谓的农作物 基本上看天吃饭 有时候这个丰收 有时候这个欠收 那对于种稻米的人而言 当你丰收的时候 价格会崩 对它来讲 它可能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亏损 因为我只能就是所谓的 用比较低的价格 去卖出那些所谓的稻米 那可能今年即便是丰收 但是它可能价格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导致说它会有些损失 反过来如果是欠收的话 那价格就会暴涨 因为就是大家可能 这个今年的 这个稻米产量不足 那使得就是 它的价格非常非常高 那当然这个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 那所谓的期货 这个契约基本上 它就是比如说 以生产稻米的人而言 它为了能够确保说 它在未来收割的时候 可以用确定的价格 去做这个交易 去卖出这些它的稻米 那因此这时候 它可以尝试的 尝试的去在市场上问说 有没有很愿意 跟我乘坐这样子的一个契约 那如果有的话 那对于买的人而言 其实它有一个功能就是 它基本上可能是 稻米的消费者 那稻米的消费者 它基本上也很怕说 万一你今年欠收的话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代表说 那我就必须要用更高的价格 去买入那些稻米 才能满足我的需求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它也有这种风险 那这时候就变成说 在市场上就这种 两种不同需求的人 但是都是需要入到避险 所以这时候 你就可以先签订一个合约 然后告诉你说 在盗起立的时候 我用我们先讲好价格 去旅行 比如说就是你要给我 对应的金额 然后我给你当初所答应的数量 那个稻米的数量 所以因此这时候 就是期货 你可以说最早以前出现的时候 它所具备的一个功能 那因此这时候你看到说 比如说我这边是 所谓的弄一个什么 弄一个这做现货 但是我去short什么 我去short它的期货 也就是说我买入一个 所谓的这个现货的商品 比如说台积电2330 但是因为我不确定说 它未来到底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所以这时候变成说 那为了确保说在未来 它的价值基本上保持不变 比如说现在是100块钱 那比如说过了6日 或者说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还希望说 它基本上它的总价值不变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尝试去放空 它对应的期货 比如说你买入它的现货的话 是蓝色的条线 可是呢 你为了要能够做避险 这时候呢 你去放空它对应的期货 就是橘色的条线 那这两条线呢 基于上它的配合方权 因为我们说你是同时持有它 所以呢 它的配合方权的基本上考 可以对销 也就是说 你把蓝色跟橘色的条线 把它加在一块之后呢 内着起来 就会变成是绿色的条实线 绿色的条实线代表什么意思 当你做了这个组合之后 你的期货啊 基本上在你的股票上涨的时候呢 它什么 它会变成是亏损的 比如说它上涨到这个110块钱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现货部位其实是赚了10块 可是呢 因为你是放空它对应的期货 那这时候呢 它的期货基本上会导致说 你会赔了10块钱 那一振一副 加起来之后呢 就变成是0 加起来之0 好 那这样的话代表说 那我的这个叫做当初台积电 它的这个部位啊 不管未来它价格的走势 是上涨还是下跌 基本上都会让我什么 互相抵消掉 所以呢 也就达到了避险的效果 避险的效果 所以这基本上是 期货它最基本的一个想法 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如果你要做避险的话 你可以针对你现货的部位 去放空它 所谓的期货的部位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 你可以确保说 你这个资产在未来的时候呢 价值是 是不会有太多波动的 那因为这边的话 我们讲的是理想上的一个结果啦 那期货价格 等一下你会发现说 它跟现货价格 其实是会有一些些差异的 那那个差异可能会导致说 就是会有一个 我们叫做tracking error 会有一些tracking error 那那部分的话 就是实物上的考量 那理论上来讲 它基本上应该可以完美的 让你未来的价格波动 被你对应的放空的期货部位 互相抵消掉 OK 所以这是所谓的避险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说明一些 跟期货相关的一些专有名词 第一个是 盗期日 盗期日 盗期日呢 是指说 在市场上 最后一天 你可以交易这个商品的日期 比如说以这个台子 期货来讲的话 它的盗期日呢 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三 是它的盗期日 那天基本上在1点45分之后 基本上就没办法再交易这个商品 所以这是它的所谓的盗期日 那只要是衍生性用商品 通常都会有一个盗期日 像包含后面我们讲的选择权 它也有所谓的盗期日 它的盗期日 那另外就是 在期货这边的话呢 有所谓的保证金或权利金的问题 叫做Future Margin 那它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在乘坐这样的商品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什么 存在户头里面的金额 这东西我们叫做保证金 保证金 期货基本上不管是多方还是空方 你都需要在你的期货户头里面 有这个足额的保证金之后呢 你才能够去乘坐 这个对应口述的叫做期货 理由是因为就是 因为你多空的话 对于期货商来讲 它必须确保说你不会跑掉 所以因此这时候呢 它告诉你说 你要能够做的话 你就必须先把钱放在这个户头里面去 那这个部分会跟你在做 就是现货 比如就这样股票市场的时候呢 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发现说你在做股票的时候 你在做交易的当下 其实你是可以 这个账户里面是没有钱的 你可以在T加2之后 你确定那天成交有流仓 T加2之后呢 你再把钱补进去 这样的话基本上是 所谓的叫做现货市场的状况 那这点基本上就跟起货不一样 包含后面的选择群 也是相同的 就是你在买的当下 你都必须在户头里面 已经先有一定的金额 那当你有满足它最低的保证金额的时候 最低的这个叫做承受的保证金额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操作这样的起货 所以这点基本上会跟现货比较不一样 那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金额的话 你是没办法操作任何的商品 没办法操作任何商品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叫做保证金交易制度 保证金交易制度 那起货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它可能是所谓的现金交割 或者是所谓的实物交割 所谓的实物交割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必须要把契约上面 所讨论的对象 比如说像我们讲黄金好了 或者是所谓的原油 有些起货是属于实物交割的话 那代表说你在到齐的时候 你就必须把对应的 比如说多少盎司的黄金 或者是多少加仑的原油 送到你家去 那个部分就叫做实物交割 那现金交割很简单 它基本上是不会拿到实际的商品 而是它会用现金算给你 等值的现金算给你 那所以要看一下说 你的起货的商品 基本上它是用现金交割 还是实物交割 在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基本上有出现一个大事 就是居然发现原油的起货价格 会变成是负的 那之后基本上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新闻 新闻告诉你说 期货价格居然是可以付的 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 其实你会发现说 期货的价格它会是付的 根本的原因就是 因为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原油的价格崩跌 最后连0元都守不住 理由是因为期货 它到期的时候是实物交割 实物交割的话代表说 它必须把原油 就是你订的那些油 就真的送到你家 但问题是你要储存这些油 那是要有成本的 假如说你油槽里面都已经是满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期货到期的时候 它把油送过来 你是没办法储存的 这时候它必须要抛售这些原油 所以导致说它必须用更低的价格去卖出 低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你发现说它就是要把它卖出 它宁可贴钱给你 也希望说你把它买走 这时候就会产生原油是负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在2020年 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经文告诉你说 原油价格是负的 当然有些人开玩笑说 是不是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 就变成是加油站还给你钱 当然不是 原油价格是负这件事情 应该不会发生在终端的消费者市场上面 但是在这种所谓的上游厂商的时候 它会有可能发生 它必须要很快的抛售 它宁可贴钱给你 它也不要再去收那些 它没办法储存的东西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原油价格是负的案例 其他的一些讯息 基本上我就留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第13个Bootload 里面像是原大的一些小教师 告诉你说到底期货怎么样做交易 或者期货相关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有三篇文章 就留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这部分是跟期货相关的一些事情 下面这里陈某提到说 期货市场具备价格发现能力 我们叫做Price Discovery 最主要是指说 因为像台湾的现货市场 在当日的一点半之后 就不再进行交易 我们知道说市场是全球联动的 接下来基本上在一点半之后 会有所谓的欧股 你会有所谓的晚上10点之后的美股 这时候如果在全球市场 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是没办法针对 你的现货部位进行调整 因为你要等到隔天早上的9点 才能进行交易 那这时候在前几年 台湾的期货市场 开放了所谓的下午3点之后的夜盘交易 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期货的商品 来针对你现货的商品 进行一些比如说币显 或者是所谓的加码的动作 所以因此这时候 你可以透过期货这个商品 来进行在你现货市场 在非交易的时候 做一些市场的操作 所以叫做价格发现 价格发现 下面一张图就是在2020年4月份左右的时候 原油价格变成是负的 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时间序列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 所以就是你看到说 他在4月20号 他应该是4月20号到期 所以他在那天交易的时间结束之前 要赶快把它平仓平掉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说 他的价格就穿越了 所谓的零的条线 那一度来到了大概负30多块 然后再回升 再回升 所以那个是那一天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我自己的脸书上面 有些朋友的朋友 他就尝试了在 他看到快归零的时候 去怎么去加码 结果没想到 他穿越了零年了线之后 一路很强调 一个晚上可能就赔了好几百万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是期货商品 基本上他价格可以支付的 可以支付的 最后是期货的价格怎么计算 期货价格什么计算 这部分的话就是需要一些数学 所以这边的话 我快跟大家介绍说 到底期货的价值 怎么这样算出来的 首先第一个是 你会有一个标的物的价格 我们这边叫做Spot Price 就是现货价格 叫做S0 那F0的部分告诉你说 在时间0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他的期货价格是多少 那他的理论价格 基本上就可以由这个方程式 去把它算出来 S0乘上Exponential的CT 其中这个T呢 就是所谓的Time to Maturity 也就是剩下多少天到期 那一般就是用年作为单位 那这个C呢 叫做Cost of Calorie 就是所谓的持仓的成本 那所谓的持仓成本呢 根据你是哪一种特定形态的期货 会有些不同 比如说你是股票期货的话 这个C呢 很简单 就是你的无风险利率 那如果你的股票呢 是有发放所谓的股息的 这时候呢你就要扣掉他的Dividend EO Rate 这边Denot成Q 那如果你是Commodity 就是刚才提到的原油啦 黄金之类的 那这时候呢 你还考虑到说 你的储存的成本 假设他的Rate是U 那这时候呢就是R加U R加U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算出什么 算出对应的期货价格 期货价格 那当你的期货价格大于你的现货价格的话呢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正价差 那倒过来 你的期货价格低于你的现货价格的话 我们叫做逆价差 好 那后面的话呢就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的指数呢 是17000点 你的R呢 假设了 我这边故意放大一点 那实物上其实应该没那么大了 因为我们说这个无风险利率啊 其实就是比如说中央银行所公告的那个利率 从当现在应该不到1% 但是就是我们前面先用3% 那就是算给大家看 那Q的部分呢 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 比如说一个月到期的这个期货 在这时间呢 它有这个5%的一个 Dividend Yield Rate 那对于这个进月的这个期货来讲 那个T呢就带什么 带12分之1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算出它对应的期货价格 也就是17000点 去乘上这个数字之后呢 会得到大概是16971.69 这个数字 那所谓的次进月 也就是说两个月后到期的期货呢 基本上对应到的价格呢 就是16943.43 所以这是期货价格的计算方式 当然这个是理论上的计算方法 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台湾市场里面 这个Dividend Yield Rate 基本上是一个什么 一个比较不切实际的做法 一般而言通常我们可能就是变成是直接扣掉 当月鼓励派发的这个数量 然后呢要做一些加准平均 因为毕竟就是台积电的权重 跟其他中小企业的权重就不太一样 所以他发放鼓励的时候说 贡献到指数的部分 就会做再更复杂的计算 所以这边的话是用一个简单历史 让大家看一下说 你怎么样去计算所谓的期货价格 那另外期货跟现货之间也有一个关系 期货价格跟现货价格之间呢 会有关系 就是他们在到期的时候呢 其实要什么 要收敛 要收敛 为什么 因为期货之约定好说 比如说我在一个月后 它要到期 那到期的时候代表说 它的价值就要跟什么 跟现货价格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点基本上你可以从它的方程式来看 在Equation 1里面 你会发现说 这个T呢 基本上是胎除Maturity 也是说 当它到期的时候呢 这个T呢就会是0 T就会是0 那使得这整项呢 就会变成是1 那这种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S0 也就是现货价格 会跟你的期货价格 基本上稍微是一样的 稍微一样的 那当你不一样的时候呢 就出现问题是 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套利嘛 对 你可以买低卖高 所以因此这时候呢 这个应该是合理的一个结果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拿台子期货 它在2021年 7、8月份的时候呢 我把它7月到期 还有8月到期的期货价格 跟我们的现货指数 来做一个比较 那其中就是在 7月份到期的这个商品啊 它是7月21号的时候呢 是它的到期日 所以橘色调好线 你看到说 从7月1号开始 到7月21号之间 因为它大概仅剩下 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说 它其实离蓝色调好线 特别的近 可是如果是绿色调好线 是8月17号到期的这个商品 那这时候你发现说 它大概还有 一个半月的时间 这个绿色调好线啊 离蓝色调好线 在7月份的时候呢 就会相比于橘色调好线 来得开 来得开 好 所以告诉你说 这个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当它越接近 它的到期日的时候呢 那你的期货价格 跟现货价格 基本上就会有收敛的状况 收敛的状况 那另外你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差值是多少 因为你看到说 实际上它并没有非常的贴合 所以我就把他们的 difference画出来给大家看 7月份到期的 基本上它在7月21号 到期的时候呢 大概还差不到50点 对应到如果按比例来看的话 那这时候呢 它大概差不到0.25%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靠近 那橘色调好线呢 是8月份到期的 这时候你看到说 当它在7月1号的时候呢 8月份到期的期货 它的价差大概是负 大概快300点 对应到它的 叫做比例来看的话呢 其实是大概-1.7%左右 所以大致上你发现说这个是 是它的这个 远期7月它的价差就比较大 那随着时间推演 它会一路收敛到什么 到线沃价格 最后呢 它在到期的时候呢 大概差 0.25% 大概差0.25% 所以这边是 它的这个叫做比例 其实比例还蛮高的 你看到说 在7-8月份的时候 其实算是 传统上我们说 是发放苦力苦息 的一个热门时间点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说 它的价差 其实可以到1.5% 1.5% 好那前面讲的是 所谓的期货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 选择权的部分 选择权基本上 它会比期货再复杂一点 首先第一个 它的商品类型 就分作是 所谓的买权跟卖权 我们叫做 call option 跟put option 那它的意思是说 就是对于持有买权或卖权的人 他在到期日当天 或者是到期日之前 基本上可以用 7月上面所约定好的旅约价 我们叫做stripe price 或是所谓的access price 然后呢 去买或卖那个资产 买或卖那个资产 所以这是选择权 最基本的定义 那如果你是在 到期日当天 可以买或卖那个权的权的话 那这东西我们叫做欧式权的权 那如果是在到期日之前的任意时刻 你都能够做执行的话 那这个部分叫做美式权的权 那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比较能够操作的这个权的权 或者是流动性比较大权的权 应该是所谓的台资权的权 那它是欧式权的权 那我们叫做TXO 它是一个指数权的权 那当然权权的权的类型还有更多 比如说像是巴黎式权的权 亚式权的权等等 甚至就是还有障碍权的权 这些部分都是所谓的奇异权的权 所以有些人同学可以再去找一本 专业讲权的权的书里面 会介绍各式各样不同的 选择权的类型或者甚至是组合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会主要介绍就是 台资选择权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连结 那下面这个连结呢 是奇交所介绍这个台资选择权的 叫做契约规格 里面会提到说 比如说它是欧式选择权 只有在到齐日当天 才能够行使它的权利 那另外就是它的计价方式 就是点数呢 成长什么 成长50元 点数每点值50元 那另外就是它到齐契约的 一个计算方式 比如说以月审的权来讲的话 它的到齐日跟期卧是一样的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 是它的到齐日 那另外台资选择权 也有所谓的周选 也就是每个星期三 它会做一次结算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你可以在上上所看到的契约 那另外台湾也有所谓的 跟选择权非常将近的商品 叫做Warrant 这个我们叫做权证 那基本上它也是一个选择权 那只是说台湾市场这边是公司委托 比如说券商 然后去发行这个权证 那权证基本上它的庄家就必然是券商 那选择权基本上你是可以买选择权 跟卖选择权都是可行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连结 它会介绍说 到底这个Warrant跟这个Option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那这个table呢 基本上是在2021年5月份到期的台资选择权 那时候呢 它的现价呢 基本上是17285 17285 那这时候你看到说 它有所谓的买权 跟它的卖权 买权卖权 那中间会是所谓的旅约价 你会看到说它有不同的旅约价 那因为它是月旋的权 所以基本上它是100点一跳 你看到说这是15500 然后下一个就是15600 所以这是月旋的权 那如果是周旋的权的话呢 因为它时间比较短 所以它的TIG基本上是50点一跳 50点一跳 那买权跟卖权 基本上都有各自的叫做买一卖一 还有成交价 那另外就是它的成交量 就是你在看盘软体上面 可以看得到的一个选择权 报价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说 选择权它的payout function 也就是它的报酬函数 长什么样子 那首先等一下呢 我们就先考虑说 你买了某一个选择权 它的X呢 也就是它的履月价呢 就是100块 说在这个点上 那假设说 等一下都是持有选择权 不管你是持有买权 还是持有卖权 基本上我们都考虑说 今天是你是holder 那接下来看说持有选择权的人 它的报酬函数 会随着你的标的物的价格变化 那怎么样变动 假设说你是持有 随着那档股票的买权的话 比如说这档股票上涨了10点的话 那对于选择权而言 你的履月价是100块 那代表说 当你到期你要执行它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100块钱 去买一个目前价格是110块的东西 那请问你赚多少点 那就赚10点嘛 对不对 这应该是很简单的算数 那如果你是涨到120块钱的话 那想当然了 在你执行这个选择权的时候呢 它的报酬呢 当然就是现赚20点 因为你可以用100块钱 去买一个目前是120块钱的东西 OK所以它的报酬完处呢 其实跟股票其实非常非常像 它是一个协制线 当它是什么 当它是在这个大于100块钱的时候 选择权跟期货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 期货呢 帮大家复习一下 比如说一样的规格100块 可是呢 当你是期货的话 你上涨的时候呢 当然你赚钱 可是你下跌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跟着飞钱 所以基本上你还是有所谓的下方风险 那这时候选择权跟期货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这里 当你是持有一个买权的时候 你价格上涨 当然你赚钱 可是当你的标低物价格下跌的时候 你的选择权啊 是可以选择不要执行的 也就是说你就不要用 比如说这个100块钱 去买一个只剩下90块钱的东西 所以我们先假设 人事理性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你的报酬函数啊 基本上在小于100块之后 它基本上是0 你们要看到这一段 你看到它是0 也就是说你的下档风险啊 是不存在的 你的下方风险是不存在的 这个是你第一次在认识选择权的时候 你可以先观察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期货基本上它是什么 一步一驱 往上跟往下基本上 它是随着你的标低物 得到相同的损益 可是呢当你是选择权的时候 你在持有一个买权的时候 你上涨基本上你是赚钱的 可是当你下跌的时候呢 因为你可以选择不要执行它 记得选择权嘛 Option它是一个所谓的权利 所以代表说你不执行它的话 那其实你就不会亏损 比如说你的underline 这个股票已经跌到80块钱了 那你不执行它嘛 对不对 你干嘛用100块钱的价格去买一个 现在只值80块钱的东西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下方风险是会被控制住的 那倒过来 如果你是买一个买权的话 当你买买权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发现说它的报酬按数 跟CODE跟我们的买权啊 刚好是在Y轴方向做进射 旅游价一样买在100块钱的卖权 当股价下跌的时候 比如说它跌到90块钱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卖权 上面的契约告诉你说 你可以用100块钱去卖出 现在只90块钱的东西 你可以用100块钱去卖出 目前只值90块钱的东西 这时候你赚几点 一样赚10点 好同理 当你跌到80块钱的时候 那你的卖权呢 可以带给你20点的收入 OK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说 从这个观点来看啊 其实买权跟卖权啊 你大概可以先秀出一个味道 就是当你看多的时候 你会买买权 当你看空的时候 你可以买它的卖权 你可以买它的卖权 OK 所以这是它的报酬函数 报酬函数 那根据它的叫做现货价格 跟你纽约价的关系啊 那这时候呢 其实就有一些名词 跟大家做说明 比如说以买权为例 考虑说你的履约价格是100块钱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的标的物 就是你的stop price 当它上涨超过100块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进入到绿色的区域 我们会叫它所谓的价内 英文叫做in the money 那我们叫价内 叫价内的权的权 也就是说它是有价值的权的权 那当你是现货价格 就是你的stop price 它是低于100块钱的话 那这时候呢 就会进入到红色的区域 红色区域呢 我们叫做价外 我们叫做价外的权的权 叫做out of money 那如果你刚好在100块呢 这时候呢 我们叫做at the money 叫做价上 要价上的权的权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就叫做moneyness 我跟你讲说 你的权的权 根据你的标的物价格 跟你的履约价 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做是 价内 价上 跟价外 那价内 因为你听到人家讲 价内权的权的时候 就是代表说 它是有价值的 权的权 如果你听到他讲的是 价外权的权 代表说 如果他到期的时候呢 他基本上就归零了 就归零了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 叫做行话 所以你可以认识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专有名词 那刚刚我们提到说 都是买入权的权 不管你是买买权 还是买卖权 可是呢 如果你要能够买的到买权 或者是你要能够买到卖权 那代表说 必须要有人跟你做相反方向 也就是说 有人要去卖买权 有人要去卖卖权 所以根据买卖权的权 这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得到四种组合 四种组合 也就是说 你可以 Long 或 Short 你的 Put 跟 Code 那二乘二就会得到四个组合 那这边呢 这张图基本上就告诉你说 当你是买一个买权 你叫Long 一个 Code 当你是买一个卖权 那就是Long 一个 Put 那刚刚我们已经看过 当你是买一个买权的时候呢 基本上 假设你的履约价都是100块 那这时候当它是现货价格 超过100块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价内 好 价内 所以这时候告诉你说 就是买一个买权的时候 它的报酬函数 那同理 你的买一个卖权 它的报酬函数呢 就会跟它是刚好左右点倒 那变成是在股票下跌的时候 你才赚到钱 那这个都是在持有选择权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买得到选择权的时候 那基本上 你有这样的报酬函数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VTR 我跟你对坐 也就是说 你要能够买得到选择权 就必须要有人卖出选择权 要有那个人 跟你做相反方向 比如说我刚才讲 选择权 你做买权的话 基本上是看多 基本上看多 那就必须要有人跟你做想反 就是说 他不看好 他会上涨 所以基本上 他跟你赌说 他不会上涨 那因此这时候呢 当他如果真的上涨的话 他就赔钱嘛 所以看到说 在卖一个选择权的那个人 就是卖一个 code 卖出选择权的这个人 他的报酬按数 肯定要跟 买一个买权的报酬按数 刚好颠倒 所以这时候你看到说 当你是股票上涨的时候 但是你卖他的卖权 这时候呢 他涨了越多 就赔了越多 涨了越多 赔了越多 那你把这两张图 加起来的时候 其实他就一条水平线 就是所谓的 Zero sum 零和游戏 你要买得到买权 就必须要有人 卖出那个买权 所以就告诉你说 他的报酬按数 其实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那下面的话 也是相同故事 我就不重复了 所以这时候你看到说 在选择绝权杯 其实蛮有趣的是 如果你是买一个买权 基本上 其实你是多方 你是买一个买权 其实你就是看多 当你卖一个卖权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看多 但是你是不是看空 这不一定嘛 对不对 因为你不看多的意思是说 他可能在盘整嘛 所以不代表说 他一定会往下走 但是你卖一个code 大致上就是 决定了说 你不看多 不看多 所以不看多 不代表说你看空 但是就是 比如说在盘整的情况之下 那你认为说 他不会再往上涨了 这时候 你就可以卖出一个卖权 卖出一个卖权 然后呢 这个点赞会提到说 那卖一个卖权 肯定要有一些好处嘛 那否则基本上 你不会无聊 去承担这个风险 因为你看到说 这个风险啊 你可以想像说 万他涨到一千块钱呢 对吧 在2020年到2021年 其实市场上真的出现了 很多这种标股 那这时候呢 万一你看错方向的话 他又真的一路往上涨 这时候你就赔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 这时候呢 肯定有一些理由说 那你为什么要承担这个风险 等一下呢 会跟大家介绍得多 你在卖出一个选择权的时候呢 你可以拿到所谓的权利金 权利金 所以这边的话 先跟大家讲说 你卖出一个买权的时候 这时候你确实可以赚的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说 它是无上限的报酬 这是无止境的报酬 那可是呢 你卖一个卖权的时候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卖一个卖权的技术上 它是有限的reward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权利金 怎么计算 你只能赚到这个权利金 可是呢 你要背负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比如说像以买权来讲 买权技术上当你一路上涨的话 你持有买权的人 技术上非常开心 可是你是卖出买权的人 那你就要面对非常庞大的亏损 那这点技术上 你可以看到说 上面有两个新闻 刚好是一个是买方的新闻 一个是卖方悲惨的新闻 好 那第一个新闻 基本上是比较开心的新闻 那告诉你说 一天可以赚200倍 这个其实在现货市场 基本上是比较少见 甚至是比较没有办法发生的事情 原因是因为上市上跪 大致上它一天的涨跌幅就是4% 你可以涨停板10% 跌停板-10% 那一天的这个损益啊 顶多就是20% 那为什么讲20% 原因是因为 你可以在比如说 它跌停的时候抄底 那收盘的时候 也许它就拉到涨停板 这时候呢 其实你是赚20% 所以这个涨跌停的限制 正负10% 可是对于投资来讲 它有可能 那一天可能是最多20% 的这个报酬或是损失 那但是了不起就是20% 所以你说一天要能够赚200倍 到底要怎么做 那大致上 这个200倍可能是太夸张了 因为实际上我看到的数据 大概是33倍 那等一下你一看到说 就是以5月12号它的周选来说 因为那天啊 创下的史上最大的跌点 1417点 那天基本上 我在盘中的时候也跟着看 就从它-700-800点的时候呢 就开始往下数 没想到这个在大概几分钟之后啊 基本上就从原来是-700-800点 或恐慌 所以它收盘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收在-1400多点 那最后它其实应该有拉回 七八百点 七八百点 所以指数部分呢 它的变化非常的剧烈 那也就导致说 它的这些所谓的什么 期货啊 选择权啊 这种衍生性金融商品啊 它的价格变动啊 非常的剧烈 非常剧烈 那这边呢有一张图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一天要赚3300% 有没有机会 有的 当天5月12号的时候呢 这是盘中它的价格变化 它其实是一个价外选择权 但是呢 就是在它那天开盘的时候 9.45分 它的价格呢 是0.3点 0.3点 那随着在盘中出现 很大的振幅的时候 它是一个卖权 所以当它下跌的时候呢 它的价值是会上升的 因为它就从原来是价外 变成是价内 从价外变成是价内 所以最高呢 盘中在11.25分的时候 来到1000点 1000点 也就是说1000出上0.3的时候呢 就是在接近这个33倍 要33倍 那当然因为我们说 它后来在它接近收盘的时候 其实它就很快又拉回来了 所以呢 当它在走啊 在这个最后结算的时候啊 其实它又回到什么 0.5 回到0.5 所以这种 你发现说这个纸上富贵啊 如果你在这个11.25分的时候 没有把这样子一个卖权啊 这个卖出的话 其实这时候你发现说你在换到那天收盘结算的时候 其实它又变得是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所以你可以说真的是难科一梦 难科一梦 所以这是这个选择权 你说它要能够涨超过100% 翻倍 有没有可能 有 这个一天到晚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是选择权 当你是买方的时候 买方的时候 那做对方向 那基本上你是可以有这个难以想象的报首 那你做错方向 基本上你顶多出归零 好顶多归零 你损失的 就是当初买那个权的权的多价值 可以说像这个0.3 就是你当初买这个权的权的时候 1.50块嘛 所以就是0.3乘上50 加上一些手续费交易的税 那其实非常低 你看说这才多少钱 15块钱 账面价值15块 那最后呢 如果是变成是1000点的话 那就是5万块 到5万块 所以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有可能发生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said的新闻 是下面这个 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0.2.06 期货大屠杀 也是选择选相关的一个新闻 所以这边让大家看一下 好 那这个新闻呢 基本上是2018年了 这个2月6号那天 因为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波动 所以导致说 在期货市场上面出现了这个叫做大屠杀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其实蛮多人赔了不少钱 那这个赔的部分的话 让大家看一下 最主要是说 它是什么 选择权的卖方 选择权的卖方 意思是说 当它在卖出选择权的时候 其实 通常如果你卖的够远的话 我们说价外够远的地方 其实它的意思是说 你要发生的机会非常非常的低 你的选择权如果卖在深度价外的话 其实它某种床基本上是稳赚的 因为它发生的机会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你知道会赔钱 有时候就是这种所谓的黑天鹅 突然冒出来 然后其实就会让你大赔 那它这边会有个案例说 这个黄小姐 她本金投入580万元 0206那天 因为市场波动的关系 对于期货商来讲 它的风景值变高 这时候变成是它会强制平仓 强制平仓的时候 变成是它用一些 比较不合理的价格去买回 记得它当初是卖出选择权 所以那时候 它是用不合理的价格 去买回那些选择权 那当然还考虑到 你那时候可能开了一些杠杆之类的 所以会导致说 其实对于原来的投资者 它其实是没办法 负担那样子的一个金额 但是就是因为开杠杆 好处就是 当你做对的时候 你就可以赚很多 这是所谓的高风险 高报酬 那那时候基本上 假设他投入580万元 加上开了杠杆 那这时候 0206那天 因为市场上的波动 那期货商根据他自己的理由 然后认为说风险过大 就将他的期货户里面的部位 全部品账 那全部品账这件事情 其实因为它是卖方 记得这个故事的重点是 因为它是卖方 所以卖方它被平仓的时候 它必须在市场上 立刻用限价 把那个商品买回来 那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说选择权是什么 多空市领核游戏 你要买的回来 要有人愿意卖给你 那因为市场上 风险变高的时候 这个这些所谓的商品 价格 它基本上就开始 所谓的乱跳 也就是说所谓的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 这周期货商呢 在市场上 基本上是以 非正常价格的方法去把它买回来 好那天基本上看到蛮多 其实选择权都是拉涨停板 好 就是拉涨停板 即便它做对方向 好 这边的话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 呃那天是跌嘛 跌的时候呢 你的put的部分要平仓掉 因为put基本上是亏损的 你卖出一个卖权 而且市场是往下走的 代表说卖方基本上会亏损 必须把卖权买回来 做平仓的动作 所以这时候基本上 如果你的卖权变得是 价格非常昂贵 那某种方法可以说 可以理解 但是有问题的地方是什么 有问题的地方是 它卖在深度价外的买权 它基本上也被平仓了 因为你发现说 其实深度价外的买权 它是没问题的 深度价外买权 因为它没有上涨嘛 所以它卖出那个买权的时候 基本上它其实是 是不会被执行的 可是呢就是 那天的这个状况是 期货商基本上只看你 整个期货户的风险值 所以呢这时候呢 当它发现说 你的这个整户的风险值 过高的时候呢 它是全部品尝 不管你是赚钱的部分 还是赔钱的部分 通通品尝 那通通品尝的话呢 对于所谓的价外的 这些所谓的买权啊 它基本上因为流动性问题 所以变成也是说什么 你要买的话呢 就有人会把你挂在 所谓的涨停板的价格 然后呢 让你用非常不合理的价格 买回来 你要付出超乎预期的 这些所谓的成本 你才能够平仓 所以导致说就是 期货商帮你做完了 所以呢 你就反映在你的 期货户头上面 所以呢 这基本上其实是 诸多原因构成就是 0206那天的 期货大屠杀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说 其实 卖出卖权的人 基本上就是做庄家 做庄家 所以呢 当你在这个不了解 这个商品的时候 其实就 不要去玩这种 报酬有限 但风险无穷的这种策略 卖卖权跟卖买权 基本上确实在平日的时候 是会赚钱的 因为就是不会发生嘛 你可以去爽收这些 所谓的权利金 就怕他哪天 黑天而出现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一次 把过去所赚的钱 全部吐回来 所以这边新闻 基本上你有兴趣 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只要知道说 权的权 基本上有分做 买权卖权 有分做买方卖方 那他们的权益跟义务 你把它弄清楚的话 你就可以理解说 他们的故事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这部分的话是 0206 还有期货大屠杀 当然有人归咎于 是所谓的市场失灵 也说就是因为 这个没有人要报价 或者是他们故意 就把价格拉得非常高 那因为你是强迫品商嘛 所以你不得不去 用那个价格去买 但是那个价格 其实是不合理的价格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说 这些选择权 其实在我们黄菲提到说 它的目标其实是避险商品 以合理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应该是避险商品 但是呢 这时候市场失灵的时候呢 你发现说 这些所谓的避险商品 它们都变成是跟现货相同的性质 就是你的价格开多少 你就得用那个价格去买 它基本上失去了这个商品 它本身应有的功能 所以这是0206 球大毒杀的事情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其实应该好像还没有结案了 就是你可以在Facebook上面看到他们的社团 他们经常还在跟企交所做所谓的这个诉讼 所以呢就是这两个新闻 好 就公给大家做三好 好 所以记得就是当你是所谓的买方的时候呢 你的风险是有限 但是获利可能是无求 当当你是卖方 而且我这边特别讲的是Naked Naked就是裸 好 就是你裸卖一个call或裸卖一个pull的时候 那你要记得它的这个报酬是有限的 因为你只能赚到选择权 当初在卖的时候的报那个点数 也就是我们讲的Premium 我们叫做权利金 好 后面我们都会介绍说这东西到底怎么算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风险是无穷的 好 就是这张图告诉你 最终你看到说它的卖方下档风险是无穷的 尤其是你的call 你的call基本上如果你的股价它一路往上飙 那你就一路往价赔 股票的价格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说 尤其是卖call的人而言 它的下方风险 真的是可以说是无穷 好是无穷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说 怎么样透过选择权 来帮你的现货部位做避险 那接下来我们会用到的是所谓的卖权 那这样的卖权 基本上就是它所谓的Protetic Put Protetic Put 考虑说这边有三个颜色的线 蓝色的线是你的现货 那我就假设说我的现货持有成本是100块钱 所以呢当你上涨10点的时候呢 你就赚10点 当你下跌10点的时候呢 你就赔10点 这应该没有太困难 那接着是橘色的这个线 什么叫做Prot 那Prot还记得就是 Prot是你在现货价格 跌10点的时候呢 你会赚10点 赚10点 所以就是它的报酬函数 怎么样透过一个卖权呢 去保护你的标的物啊 这时候你去看一下说 如果我是弄一个stock 同时呢 我也去弄它的put 那这时候呢就变成是绿色这条线 好绿色这条线 那绿色这条线告诉你说 当你是标的物 价值增加的时候 比如说它涨了10点 那这时候呢 你的什么 你的报酬基本上就是来自于你的现货部位 可是你的选择权的部分 它基本上就是没有价值 我们叫做价外 那这时候呢 它是没有任何贡献的 那当你的标的物呢 它跌了10点 比如说现在目前看到 它如果是跌到90块钱的话 这时候呢你的现货部位啊会亏10点 可是不用担心 你的选择权的部位 你的卖权呢 会帮你赚10点回来 那一来一往 它基本上nate起来 就会变成是零 零这个点 所以硬色之后 你发现说 当它是在小于100块钱的时候 虽然说你的现货部位有亏损 可是呢 你的选择权 卖权的部分 会帮你把亏损的部分弥补回来 所以使得就是你的下方风险啊 是被cover住的 所以代表说你的下档风险啊 基本上是零 下档风险是零 可是呢 你在现货部位 如果它价值增加的时候呢 你的选择权 虽然说它是归零的 但是呢 问题是你可以赚到什么 赚到现货部位的增值 那这时候你发现说 这个选择权的这个put 其实就很像什么 保险一样 帮你买个保险 帮你把下方风险的部分cover住 那当你赚钱的时候 当然这个put就失效 但是不管 这东西就告诉你说 我只考虑说 当你有损失的时候呢 歐巴尔你补回来 当你赚钱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就没有任何作用 那这点基本上 其实你发现说 跟前面我们讲的 期货避险 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差异 这边我帮大家回想一下 当初期货在做避险的时候 它的报酬会长什么样子 那为了方便比较两者的差别 所以定量我会用相同的颜色 比如说蓝色的部分 是我的现货部位 橘色的部分呢 在我要去hedge我的现货部位的时候呢 我是卖出对应的期货 就放空一口期货 那实际就是 在这两个资产 这个现货部位跟期货部位 刚好什么 内得起来会变成是0 内得起来就是绿色的条件 那这种你比较之下 你发现说 右边这个期货避险的做法 基本上是不管你涨跌 反正我的整体部位的价值 基本上就被锁定 那这时候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是 呃 一般投资人会认为说 诶 我在做避险的话 当然就是它怎么 跌价的时候呢 我不要有损失嘛 它涨价的时候呢 怎么样 我要赚到嘛 对吧 因为你在持有一档股票好了 这种你发现说 这个下方风险人人不爱 可是我希望说它涨价的时候呢 我是有受益的 所以这时候告诉你说 期货在做避险的时候 其实好像不太符合 就是一般人认知的所谓的避险 因为避险基本上是指币下挡风险 上涨的部分基本上我要赚到啊 这时候你发现说 如果你要做这种所谓的 只要避开下方风险的这个需求的话 这时候其实你要用的是什么 选择权 你要去买它对应的PUT 当它在涨价的时候 基本上PUT失去功能了 那这就是你可以赚到什么 赚到你这个现货部位 上涨的那些价值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说 这是期货避险 跟用选择选避险 一个最大的不同 期货避险基本上是告诉你 未来的价值基本上是被锁住的 它涨、回动、跌 它也不会赔到 可是选择权基本上是告诉你说 假设说你是保护你的现货部位的话 你的PUT基本上就在叠价的时候才有作用 它在涨价的时候虽然没有作用 但是它可以确保说你叠价的时候 基本上是可以帮你补偿回来 补偿损失的部分 所以这是选择权避险 一个跟期货最大不同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我要介绍一个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质 就叫PUT CODE PARITY PUT CODE PARITY加上你的叫做期货来看的话 其实它们三个东西放在一块 它会有一个等式 会有等式 假设说我考虑 Long POSITION 跟SHOW POSITION 那期货、买权跟卖权 这三个人基本上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市值 也就是说你Long一个期货 其实会等于Long一个CODE 跟SHOW一个PUT Long一个CODE跟SHOW一个PUT 那这边的话有些符号跟大家做个说明 就是在后续如果我有出现类似这种 比如说像S-X 然后呢写一个加号的 这个代表是说 我只考虑它大于0的部分 那如果它的只是小于0的 我就取0 我就取0 所以这部分是一个符号 那因此这时候你看到说 我Long一个CODE的时候呢 它长什么样子 长这个样子 我SHOW一个PUT的时候呢 长什么样子 长这个样子 那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呢 其实就变成是Long一个期货 也就是长得像一条鞋直线 好 那从数据上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关系 比如说当你是S大于X的情况之下 那就这个部分 它是有正值的 后面这部分因为它刚好是 这个反向的符号 所以它会变成是0 变成是0 所以呢这时候呢 等号成立 那反过来如果是S小于X的话 好 那就变成是这边是0 那这边呢 就会得到一个X-S 好 然后呢再取一个符号 也会等于S-X 那这个基本上是从数据上 可以得到一个验证 那这边的话呢 是用示意图的方式 可以更直觉的告诉大家说 它是对的 比如说你是Long一个CODE 是蓝色的条线 你SHOW的一个PUT 是橘色的条线 你把它加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右手边 可以得到绿色的条线 那这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它的CODE PARITY 你发现说 你Long一个STOCK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你去Long一个CODE SHOW一个PUT 加上它的履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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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基本上是它的一个关系式 数据关系式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时间价值这个概念 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报酬函数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到期日那一天 讨论它的损益 也就是蓝色的条线 当它在架内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有价值的 当它在架上或架外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是归零 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所学到的 它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那如果它还有一个月到期呢 这时候呢 就是橘色这条线 橘色这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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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所代表的意义是说 全的全的价值啊 基本上会来自于它的 intrinsic value 加上它的time value time value 因为明显看到说 橘色那条线啊 它基本上都在蓝色这条线的上方 那那个所谓的差距的部分 这一段 差距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的时间价值 那你说到底什么是时间价值 这个简而言之就是 因为你还有个月到期 那你势必就是有些机会 从价外进入到价内 对嘛 因为我还有个月嘛 你也不知道说未来的股价会怎么样走 但是就是因为 在后面我们会提到说 股价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分布 去modeling它 所以呢告诉你说 当你的时间拉得过长的话 那你进入到价内 就有一定的几率 这时候呢这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时间价值 我们叫做希望 它还有机会 它还有机会 所以呢这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说在到期日之前 全人权价格 势必会比它到期当天而来的贵 那很正常 因为当你还没有到期之前 你都有机会 变成是价内的选择权 那下一个概念叫做premium 我们叫做权利金 好权利金 那这权利金呢 基本上我叫它所谓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发现说 刚刚你要买选择权的时候 你要有另外一个人 卖你的一个选择权 那我们提到说 买选择权的人 好处多多 对跟你讲说 你下方风险有限 那如果你未来方向是对的话 基本上你可能有无上限的报酬 可是呢 卖权的权的人 基本上他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那他有什么赚头 对他就是赚这个权利金 赚这个权利金 那这时候呢 就变成是我们后面再讲 权的权定价的时候呢 一个要讨论的对象 就是我怎么样针对这个权利啊 你可以 拥有这个权利的话 你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个代价就叫做权利金 就叫做Premium 以刚刚这个假想的历史为例的话 他还有一个月到期 这时候呢 你发现说 他其实这时候呢 他值3.87块 按照现在目前的setting来讲的话 他是值3.87块钱 所以意思是说 你想要持有这个选择权的人 你必须付3.87块钱 给这个卖选择权的人 所以呢 买选择权的人 基本上他的成本是这个 3.87块 卖选择权的人 他可以赚到这个 3.87块钱 3.87块钱 所以这时候告诉你说 这时候呢 你的持有选择权的人 他的payout function 其实上面这张图啊 还不完全正确 因为他没有考虑到 他当初的成本 如果你考虑到 当初你付出这个3.87块钱 去持有这个选择权的话 这时候你的payout function 其实应该要往下移 也就是说 当你持有这个选择权到期的时候 假设你还是在架上 假设你还是维持在100块 刚好不动 这时候其实 你就是损失当初的3.87块钱 你就损失当初的3.87块钱 因为这个选择权 相当于是没有用的 跟买乐透一样 你花了50块钱 买这个大乐透 对讲号码出来之后呢 你发现说 诶 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号码中 这时候呢 告诉你说 你那张50块钱的乐透彩 就是归零 就归零 所以旋转圈也一模一样的概念 当你花了3.87块钱 结果到期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在架上或架外 这时候呢 它就归零 所以你的payout function 基本上就会是 负3.87块 好 那你什么时候赚钱呢 就是 当你比如说到期的时候 你必须要赚超过3.87块 比如说变成是105块钱的话 这时候呢 5块钱扣掉什么 扣掉3.87 好 就是你在 现货价格涨到105块的时候 那其实你要把 你会赚的 原来理论上的5块钱 扣掉你的成本3.87块钱 所以这时候 其实你是赚到的是1.13块 好 1.13块 所以你看到说 它必须要损一两平 break even的话 其实是 是要再往前走一点的 再往前走一点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权利金的概念 好 权利金概念 所以全的全的买家 基本上 它必须付出这个权利金 全的全的卖家 基本上可以收到这笔权利金 但是记得 全的全的卖家 在收到这个权利金的时候 它不是说 就可以拿这个权利金去挪作它用 它必须也要放在什么 放在它的期货户头里面 因为它不知道说 未来它会会需要什么 去付出对应的 比如说 当你的现货价格涨到105块的时候 你就必须什么 必须把这个 105块钱等值的金额 交给对方 或者是所谓的 现金交割 你要给它5块钱 你要给它5块钱 因此刚刚提到的多空 还有put跟code 如果这时候 这四个payoff function 基本上都需要做一下评议 比如说 对于买方而言 你买一个code 跟买一个put 基本上 你的payoff function 都需要往下移 都需要往下移 比如说 像以code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从原来payoff 在价外是0 但是就是因为你必须付出这个持有成本 你买这个选择 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 你没有把你付出的代价赚回来的话 那这时候其实它是亏损的 那put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当你是卖出权的权 不管是秀一个code 还是秀一个put的话 这时候你发现到 你的payoff function 基本上是在往上拉的 要往上移的 因为这一段 就是你可以赚得到的premium 你可以赚得到premium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 实际上你在看payoff function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要考虑到 你当初做付出的那个成本 或者是你可以收到的权利金 才是你真正的损益 才是你真正的损益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选择权的可能的策略 那前面我们介绍到 当买一个买权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看多 那如果你看空的话 你可以当买一个卖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做法 那如果你不知道说 到底是多还是空 但是你要跟它赌说 它有一个剧烈的变化的话 那这时候你可以考虑 比如说 采取买入一个stradle 这stradle我们中文翻做跨式 跨式的组合 那它的成分的基本上 需要签得到两种群的群 就是call跟put 假设你都买在 旅约价格是100块钱 那这时候呢 如果它到期的时候 那它的payoff function 就会是绿色的条线 好绿色的条线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说 在你的这个组合底下 其实你就是跟它赌说 如果未来啊 它在到期的时候 市场的价格 基本上是 比如说大于107块 或者是小于93块的话 那这时候基本上 你的报酬就是正的 那如果没有呢 没有的话代表说你看错了 因为当你的叫做标的物啊 它最后没有跳出这个范围的话 没有跳出93到107这个范围的话 这时候呢 其实你的payoff啊 都是负的 都是负的 所以这时候呢 你发现说 如果你是要赌方向的 你不知道说 它要往上还是往下 没关系 那你可以用stradle 好跟它说 反正我知道说 它要嘛大涨 要嘛是大跌 那这时候你可以采取用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 那当然这时候你发现说 如果你没有跳出去的话 其实你的亏损是蛮大的 好你看到说 你最后其实亏损 基本上可能会超过-6块钱 那因此这时候 你可以采取中间这个策略 我们叫做stradle 这stradle呢 叫做乐视 那乐视的组合 那基本上 它是买在价外的选择权 好这点你可以看一下 当初你买在100块的话 基本上我们说在价上 那价上肯定比价外的选择权来的贵 所以这就告诉你说 当你买在价外的选择权 比如说你买在价外 105块的扣 你买在价外 95块钱的put 那所形成的 叫做pay of function 基本上 会类似左边的跨式的组合 但是呢 它在 当你没有跳出这个区间的时候 好这时候呢 你的损失基本上相对来讲 比较少 好比较少 它的break even的地方 大概也是在90 可能是92块 到比如说是100 08块钱 这是它的范围 好你赌说必须要跳出这个范围 才赚钱 好但是相对于左边的跨式来讲的话 热式它的损失相对来讲比较少 看到说它们会到-6块钱 那以这个例来讲的话 应该是大概-3块钱 好-3块钱 那当然这个有一好没两好 你发现说当它的亏损比较小的时候 如果你要在热式的组合里面 赚到跟跨式的组合一样多的报酬的话 你的标的路就必须跳得更远 好跳得更远 你才能够赚到相同的组合 好所以这是算合理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叫做butterfly 也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选择权的组合 那基本上它更复杂了 它牵得到三个约架的选择权 好比如说 你看到说店边是用code的方式 做组合出来的butterfly 那牵得到就是 一个架内选择权 一个架上选择权 跟一个架外的选择权 那其中你的左两只脚 基本上是所谓的买入一个架外 一个架内的选择权 那中间这只脚呢 基本上是卖出两个架上的选择权 好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组合 那会形成现在你就看到这个butterfly 绿色这样子的一个payoff 那它的意思其实 从前面两个案例 你会知道说 哦原来你在买选择权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目标就是赌说 它有不太大的波动 所以一般来讲 你在做权的权的时候 其实相当于就是你在买选择权 好 后面我们会提到的所谓的波动率 你会希望说这个市场是 往波动比较大的方向去发展 那相反来讲 如果你是不认为说现在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比如说现在是盘整的阶段 那这时候呢你可以考虑用这个弄一个butterfly的方向 如果它没有跳出 它没有跳出这两个break even的点的话 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转到这一块 转到这一块 反而变成是你认为说现在的盘面 基本上应该是进入到盘整的阶段 所以呢它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这时候呢你可以考虑买入一个butterfly 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当然刚刚我们的上面这一排 都是指买入 买入一个threadle 买入一个strangle 或者是买入一个butterfly 那当然就是你可以倒过来做 就是卖出 比如说你可以卖出一个threadle 卖出一个strangle 你也可以卖出一个butterfly 那当然它有各的优点跟缺点 像是strangle 基本上你可以做 它是比较积极的策略 所以看到说 当你卖出画式的权的权的时候 这时候呢 如果你的市场 它基本上 真的是在盘整的状态的话 这时候你发现说 它只要没有超过这个break even的点的话 其实你都是赚钱的 尤其是当它的标的物价格 最后到期的时候呢 还是停在旅约价100块钱身上的话 那这时候你发现说 你有最大的报酬 那基本上就跟上面这个人 做相反方向 那当然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还会有一个非常像的热势呢 原因是因为 你发现说你未来的价格 要落在这个点上的机会 像我来讲是比较低的 像我来讲比较低的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是热势的话 那你会看到说它有一个平原 那在这个范围内 它基本上赚的都是一样的钱 虽然说赚的比较少 但是基本上会赚一样的钱 那这时候你可以确保你的获利 确保你的获利 所以你用strangle也好 用strangle也好 基本上它们的主要的想法是相同的 那差别在于就是说 你是赚的比较多的 你是比较积极的 还是相对来讲 你是比较保守的 那你可以选择赚的比较少 但是几率比较大 所以就是show一个strangle 那最后一个是show butterfly 它的想法其实就跟上面这个完全相反 是说就是你跟它赌说 你的市场基本上会什么 会往外跳 那如果它真的市场有比较大波动 让它可以进入到所谓的价内的状态的话 那这时候基本上 你就可以赚到这个premium 但是你发现说这个赚头非常非常小 它相对来讲 比strangle是来的更保守的一个策略 所以这基本上是几个可能常见的 选择权的组合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找跟选择权策略 或者选择权交易相关的书籍 应该会有更多的说明 所以这边的话是跟大家讲说 这个选择权基本上 单就一个code跟pro基本上 它其实就已经具备一些 跟其他商品不一样的性质 加上它可以做组合之后 其实你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选择权的交易策略 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时间 再次的时间 事件 还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